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分娱乐现在开手。 近日,好生意2020正式迎来了导师坚的终极对战,参赛双方就是谢霆锋导师的完美参单战队和李健导师的东北谷战队。 实话是说,这两支战队相遇终极对决是实之名归的,因为在前两期的导师战队PK赛当中,大家很明显可以看出来,谢霆锋战队和李健战队的实力要远远强于李荣浩战队和李宇春战队,但是具体谁最强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自然是比较期待这两个战队之间的PK,所以这一场终极对决自然是万众瞩目了。 从比分上来看,两个战队之间的实力确实是不上上下的,在战斗的五轮之后,谢霆锋战队才以一分的成绩胜过了李健的战队,从而成为了本剑的最强战队。 不过让大众失望的是,两个战队的最强队员并没有相遇,李健战队的宋宇宁和善宇春遇到了都是谢霆锋战队里巴实力一般的学员,谢霆锋战队的曹阳和贾一腾,遇到的都是李健战队实力一般的学员,他们都是以大比分取得了胜利。 对于李健导师来说,宋宇宁和善宇春是战无不胜的,就算遇到了对方实力较强的成员,也是可以取胜的,因此他很放心的在宋宇宁的身上压了两分,而结果确实也没让他失望,宋宇宁以大比分赢过了谢霆锋战队的齐心,善宇宁以大比分胜过了匹劳曹月队,宋宇宁趁齐心赢得两分,宋宇宁这次带来的歌曲仍然是自己的原创歌曲,而齐心带来的依旧是翻唱作品,首先在原创上面宋宁宁就先赢了 接着需要看的就是两人的声音和现场的表现,宋宇宁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干净清澈,齐心的声音也是一如既往的低沉有磁性,他们的声音是势均力敌的,齐心很适合爆发性强的歌曲,并不适合特别这种心理感情的歌曲,而宋宁的歌词虽然很好,但是舞台表现力并不如之前,两个人各有缺点,一向对待学员真诚的李宇春导师,因为这个两个人的缺点票没有给任何一个人,当然在评委那边大家是更看重自然是原创嘛,因此在各有缺点的情况之下, 唱原创作品的宋宇宁自然就是赢了,善意纯大胜皮诺曹稳拿一分,善意纯从灯上好声音的舞台以来,基本每首歌都会给大家带来惊喜,这次当然也不例外了,一首寻一个天荒地老的地方让大家非常享受,很多人都表示要把这首歌放在自己的歌单里,他的声线还是非常迷人,唱功也没得挑,而与善意纯PK的皮诺曹乐队这次也带来了小惊喜,之前在很多人眼里,皮诺曹的实力真不很一般,主唱的实力更是糟糕,虽然人很多, 但是整体实力和李永浩战队的斑马森林完全没办法比,不过这次他们发挥还算不错,也给大众带了精彩的舞台,可惜的是,他们遇到的是实力特别强的善意纯,就算进步了,也是和对方没有可比性的,高锐再输负心尧,关键战败拖了后腿,宋宇宁和善意纯两个人都是李建导师的王牌选手,除了这两位以外,李建导师最看重的就是战队里巴的高锐了,虽然高锐当初是被谢霆锋战队淘汰了的,但是他唱歌的时候很能打动人,而且是属于� 欲战欲勇的选手,有很大的潜力,他在之前李建战队和李宇春战队PK的时候,还为李建导师拿下了宝贵的一分,可以说高锐也是很受李建导师看重的,他的实力确实也很不错,但是让人觉得可惜的是,他又一次输给了谢霆锋战队的傅心尧,虽然傅心尧和高锐的比赛是在第二场,但是在这场结束之后,两个战队的胜负已经很明显了,当时谢霆锋战队里巴的曹阳已经胜利了,贾义腾这个王牌选手肯定也是会胜利的,这三个人一胜 结局基本已经定了,所以说高锐和傅心尧的这场对决,其实是五场对决当中最关键的一战,高锐输了也代表着李建战队难以三盘了,从成绩上面来看,作为东北虎三朵金花之一的高锐确实是给战队拖了后腿啊,但有一说一哦,高锐这场其实发表的还是很不错的,虽然他的声音没有傅心尧的那种空灵感,但是也算很好听了,而他歌声当中印行的感情歌更是能够打动人,不过呢,因为喜欢傅心尧声音的人比较多,那当然傅心尧的唱歌确实不错呀, 他最终还是以小小的差距输给了傅心尧,最后不得不说欣灵风导师在排兵布置人方面真的很厉害,如果他没有坚定自己的想法,而是同意了傅心尧的想法,让齐心和傅心尧换了位置,让齐心遇上高锐的话,这场比赛的结果未必就是这样了。 这场比赛的结果未必就是这样了。